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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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安 李在山 行政长官李嘉超 严厉谴责提出制裁更多香港官员 和司法人员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批评恐吓法官是妨碍司法公正 行政长官李嘉超出团到上海出席进博会开幕式 是机场回应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提出的议案 严厉谴责这些政客的目的 明显是想恐吓法官 检控官和香港官员 特别是恐吓法官尝试去影响他们 公平公正去审讯案件 尝试影响他们作出的裁决 这个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也都违法美国自称 受他们宪法保障的司法独立 当然我深信香港的法官 检控官和官员都会无畏无据 履行职责 这些卑鄙无耻的行为 也都反映这些政客 他们的虚偎和野蛮 其心可诛 在制裁名单里面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就强调不会任由美国政客欺负 提出这些议案的美国政客 就是叮当里面的那个既安 或者叫伴府 今次只不过就是伴府死性不改 本性难移 但是我也想再补充 我想他们这个伴府 没有大眼熄人 我不是大红 我相信名单上人都不是大红 中国人都不是大红 我们不会怕 不会走 也都不会坐在那里人去打 他又说名单里面 也都包括退休法官和外聘大律师 反映行为是希望恐吓法律人员 令到他们不敢接受委屏 动机恶毒 毛线以此记者 侧原文不读 施政报告定名 明年代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这是超过26年的宪制责任 会在合理范围之内尽快完成 是欠交的功课 是一个救债 在合理可行的范围之内 一定要尽快完成 我觉得一年之内 这个是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23条不是一个懲罚性的条款 是保护性的条款 病毒就是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国安法的四类行为 我当举个例子 龙唐来说就是新冠病毒 我们有新冠的疫苗 但是这个世界病困不是新冠的 感染到流感 感染到原来感染 病都会死人的 现在我们讲的是整个身体的健康 一个国家的健康 有其他类型的危害国家的行为 其他风险是未顾及到的 你要去确保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 或者导致我们人的健康 那一定是要传覆犯 跟进下以巴局势 加沙有救护车遇袭 多人死亡 加沙卫生部门谴责是屠杀 乙军声称救护车 再有哈马斯武装分子 而当地都再有记者被杀 他的同僚在做直播的时候 知道消息都忍不住落泪 加沙市有救护车遭乙军集击 民众增伤走避 也有人赶去协助救援岛地受伤的人 现场位于加沙市最大医院 希法医院附近 一架救护车遇袭损委 以色列军方说 已经认定并击中一架 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其中一个恐怖小组 在战区内利用的救护车 多个哈马斯武装分子被杀死 加沙方面就说 遇袭的救护车属于希法医院的车队 早前说那架救护车 在运载伤者前往南部 但成为了攻击目标 空袭也影响记者的安危 有记者在接近加沙边境 采访战事的时候 因为附近的山江传出火箭爆炸声 慌忙找掩护躲避 当地再有记者遇袭身亡 巴勒斯坦一个名为哈塔布的记者 在家里遇袭 他和多个家庭成员被杀 他的同僚在做直播的时候 知道消息都忍不住落泪 我说没想到 很多宣伤 还有社会信用 禁销 进去 何其任何事 各無能打碌 有根地 legacy Like 据巴勒斯坦记者公会说 现时至少有27个巴勒斯坦记者在加沙被杀 以君就说从来都不会以记者作为襲击目标 无声电视机者陈淑义报道 为尔巴冲突在出访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以色列暂时人道停火 但被以色列拒绝 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 除非所有人质获释否则不会停火 支持哈马斯的黎巴乱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就警告 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有可能性格 在不够一个月内再到就以巴局势 出访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结束以色列之行后转抵约弹 约弹外交部发声明说 将伟登地星期六 联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邮和埃及的外长 和布林肯以及巴勒斯坦方面的代表开会 表达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包括呼吁各方立即停火 运送救援密支度加沙 以及寻求方法阻止冲突恶化 威胁中东安全 随着以巴冲突升级 约弹较早前曾经要求美方 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加强约弹的边境防卫 预料会趁布林肯访问的时候 重提有关要求 布林肯在以色列期间 会应总理内塔尼亚湖 并出席战时内閣会议 布林肯之后交代讨论内容 说美方重新以色列有权揭尽所能 确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上个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事 不会再重演 但同时美方也都敦促以色列 暂时人道停火 腾出时间给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以及加快争取人质获释 内塔尼亚湖就在会议布林肯之后 透过电视讲话 表明不占纳暂时停火的建议 坚决在超过240个人质 从获自由之前 不会停止和哈马斯作战 而总统克尔佐格在会议布林肯的时候 手持传单 强调以色列有尽力通知加沙平民 以军要凶杂当地 呼吁他们离开加沙北部逃避战火 就在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期间 国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领袖纳斯鲁拉第一次就新一轮以巴冲突发言 警告美国 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加沙 冲突势将扩大成地区战争 又不排除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跨境战斗 会进一步升级 在纳斯鲁拉发言之后 以军随即在接让黎巴嫩边境加强戒备 无线电视机就一层熟悉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黄毅表示 中方将会继续为加沙恢复和平 尽最大努力 黄毅昨日应约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 费萨尔通电话 表示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 高票通过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决议 反映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人心向背 中方坚定支持 作为今个月 安理会连值主席国 中方将会继续为恢复和平 尽最大努力 推动安理会离行责任 发挥作用 先看看 尼泊以西部发生6.4级强烈地震 至少128人死亡 超过100人受伤 地震在当地昨晚11点几发生 不少建筑物倒塌或者出现裂痕 地震震央位于首都加德满都以西 大约500公里的卡纳利省贾加科地区 震源深度10公里 属浅层地震 加德满都和鄰国印度新德里都有震感 多处通讯中断 不少人要去户外站备 当局表示 不排除死亡人数仍然会上升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旅月医美萧芝针干 据了解警方再拘捕多两个女人 累计四个女人被捕 旅月医美群组已经增加到15人 全部都在旅月医美荔枝各分店 接受萧芝注射之后 怀疑感染龙肿分支赶菌 警方早前拘捕两个27和36岁的女人 涉嫌非法管有未有注册药物及第一步毒药 据了解 一前被通緝的两个女人都已经被捕 其中一个人是旅月医美的美容院主任 有事主认出他曾经帮他们注射 但他并非注册医生 卫生防护中心再次呼吁 任何曾经在旅月医美几个处所接受 萧芝注射的人士如果出现相关病症 应该立即求医 或者致电热线21252372 施政报告提出成立的解决务房问题工作组 昨天召开第一次会议 工作组副组长房屋局局长何永燕说 正是收集意见如何定义劣质务房 又强调不是要分级 我就在这里谈定下一个标准 我就在这里想好像考试一样 如果你有一个标准 当然是有些合格 有些不合格 有些就紧紧不合格 你都给他补考 给他一些时间 修正了一些小问题 就变成为合格 定义我们现在针对就是一些很差劣 大家时时在新闻有时见到 记者朋友都上去看到 洗手间都没有一个墙 没有一个房间开 门都没有 一个马桶旁边睡觉 我都见过 这么差劣的卫生环境 这么远的一定不行 本港出口连跌17个月 9月份出口货值 按连跌5.3% 有学者建议 本港要审视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 为转向贸易增值 贸法局早前举办了一个中标展 吸引世界各地买家入场参观 有本地参展商说 客源和以前有很大分别 有大概七成 亲来我们的客人来说 都是来自中东的 一带一路 传统的欧美市场 美国 欧洲 德国 今年很明显是比下去了 他说欧美多国经济不好 今年订单明显减少 贸易情况也较疫情的时候更差 在中标业界也好 在其他行业来说 在电子业来说 在房子业界 跌30跌一半 其实都很正常的 很平均的一个跌幅 可以说 贸易及物流业 是本港四大经济支柱之首 占本地生产总值近两成 但本港出口已经连跌17个月 贸法国在9月都调低 今年出口经济增长 有学者认为要审视本港 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 中国现在就做了很多年的数字经济 特别是在平台经济方面 做得很出色 令到很多可有的买家 可以直接在中国入口 我们作为数字经济的中心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他预计等中美两国经济复苏 本港贸易情况 明年下半年或者会有改善 无线电视机写一栋笑风报导 当年以来 伊斯兰经济都被认为 是一个有庞大机遇的市场 想将产品打入 伊斯兰经济体系 就要先获得清真认证 本身有六成人口 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 在发展清真认证方面 情况是怎样 马来西亚一向被视为 亚洲区最重要 和最具发展伊斯兰经济潜力的市场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是当地负责监管和执行 清真认证制度的专责部门 要获得清真认证 入口商除了要递加文件 证明产品原材料 生产过程等符合规范 连产品运到当地储存的位置 处理产品的用具等都受监管 由於清真認證的制度嚴謹,消費者對獲得認證的產品品質自然會更有信心。 事實上,今年向馬來西亞當局申請清真認證的數字也見持續上升。 今年,2022年,增加了14,779的項目。 因此,增加了3.9%在一年, 而且會更高。 這就是我們看。 如果您保持4%每年,您可以想像是增加年代年代年。 除了马来西亚 好像印尼、新加坡、亚联邮等 都有官方部门或者认证机构 来监定清真产品 目前马来西亚就正是和48个国家 一共86个认证部门和机构合作 互相承认对方的认证标准 无线电视记者刘浩蓉报导 澳洲总理亚尔班内蔡今天访华 今次是澳洲七年以来 再次有总理到访中国 亚尔班内蔡启程之前表示 今次对澳洲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访问 期望此行同国家主席习近平 及总理李强会面 有建设性的讨论和对话 认为对稳定双边紧张关系 也标志着非常正面的一步 他又说将会在会面中提及被指间谍罪 正在北京服刑的澳洲公民杨恒军的问题 认为事件必须解决 中方表示中澳是全面战略伙伴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亦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中方愿意和澳方一起 以此访问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访菲律宾 和总统小马可思会谈 上方同意就互为准入协定展开初商 日本并且会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船 和海岸监测雷达等防卫装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昨天到访菲律宾和总统小马可思会谈 同意加强防卫合作 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 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 两人会后宣布 同意就方便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来往的 互为准入协定展开初商 小马可思说 有关协定将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 岸田文雄就说 日本和菲律宾严重关切 东海及南海局势 试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 并宣布将会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船 和海岸监视雷达 他今天会到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说 日本防卫省日前公布 日本和菲律宾递结出口协议的四座防空雷达 第一座已经在上个月24日交付菲律宾 在日本自2014年改变武器禁运政策 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首次出口防卫装备 菲律宾最近和中国围绕南海主权的争议加剧 分析说菲律宾政府有意加强防备来自空中的威胁 包括飞机和导弹等 中方一直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又说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首先应当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更加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 无线电视记者陈宇喬报导 内地首个探日卫星观测所得的太阳表面爆发幻片 近日首度公开 而第二个探日卫星已经进入工程轮胜阶段 预计2026年发射性红 内地第一个探日卫星希和号发射入轨至今两年多 科研团队近日将最新的全入面光谱素描成章数据 制作成短片公开 团队说希和号观测到的科研数据 不少都是国际上第一次录得 我们的光谱分辨率 我们的时间分辨率 都是全世界最佳状态 非常完整地记录 太阳上的各种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速度 它的密度 我们都可以把它车出来 他又披露第二个探日卫星希和2号 已经进入工程轮症阶段 观察位置定在日地第五拉格朗日点 如果成功发射 有望田保国际探测空白 全世界没有一个卫星固定在L5点来进行观察 太阳互动有十几年的周期 希望能够改在2026年 太阳互动最大的时候 我们能够放上去 希和2号有再研究太阳爆发的物理机制 对地响应等等 并且实时追踪面向地球的太阳爆发 有望为太空天气预报带来突破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义报道 欢迎安娅来在山 这次先跟随耳巴局势 袈裟有救护车遇袭 多个人死亡 袈裟卫生部门谴责是屠杀 乙军声称救护车在有哈马斯武装分子 而当地都在有记者被杀 他的同僚在做直播的时候 知道消息都忍不住落雷 加沙士有救护车遇尔军集击 民众增伤走避 也有人赶去协助救援岛地受伤的人 现场位于加沙士最大医院西法医院附近 一架救护车遇集损位 以色列军方说 已经认定并击中一架 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其中一个恐怖小组 在战区内利用的救护车 多个哈马斯武装分子被杀死 加沙方面就说 遇集的救护车属于西法医院的车队 早前说那架救护车 在运载伤者前往南部 但成为了攻击目标 空袭也影响记者的安危 有记者在接近加沙边境 采访战事的时候 因为附近的山江传出火箭爆炸声 慌忙找掩护躲避 当地再有记者遇集身亡 巴勒斯坦一个名为哈塔布的记者 在家里遇集 他和多个家庭成员被杀 他的同僚在做直播的时候 知道消息都忍不住落泪 他和多个家庭成员被杀 他和多个家庭成员被杀 据巴勒斯坦记者工会说 现时至少有27个巴勒斯坦记者在加沙被杀 乙军就说从来都不会以记者作为袭击目标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乙报道 为以巴撞突再出访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以色列暂时人道停火 但被以色列拒绝 总理内塔尼亚湖强调 除非所有人质获释否则不会停火 支持哈马斯的黎班团新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就警告 新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有可能升级 在不够一个月内再度就以巴局势 出访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结束以色列之行后转抵约弹 约弹外交部发声明说 将伟登地星期六 联同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阿联邮和埃及的外长 和布林肯以及巴勒斯坦方面的代表开会 表达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包括呼吁各方立即停火 运送救援物资道加沙 和寻求方法阻止冲突恶化 威胁中东安全 随着以巴冲突升级 约弹较早前曾经要求美方 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加强约弹的边境防卫 预料会趁布林肯访问的时候 重提有关要求 布林肯在以色列期间 会认总理内塔尼亚湖 并出席战时内阁会议 布林肯之后交代讨论内容 说美方重申以色列有权揭进所能 确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上个月7号 突袭以色列的事 不会再重演 但同时美方也都敦促以色列 暂时人道停火 腾出时间给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和加快争取人质获释 内塔尼亚湖就在会议布林肯之后 透过电视讲话 表明不占纳暂时停火的建议 坚决在超过240个人质重获自由之前 不会停止和哈马斯作战 而总统克尔助格在会见布林肯的时候 手持传单 强调以色列有尽力通知加沙平民 以军要凶杂当地 呼吁他们离开加沙北部逃避战火 就在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期间 国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领袖纳斯鲁拉第一次就新一轮以巴冲突发言 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加沙 冲突势将扩大成地区战争 又不排除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跨境战斗 会进一步升级 在纳斯鲁拉发言之后 以军随即在接让黎巴嫩边境加强戒备 无线电视机就在陈淑仪报道 回来本港 旅月衣美肖脂针缸 据了解警方再拘捕多两个女人 累计有四个女人被捕 旅月衣美群组已增加到15人 全部都在旅月衣美荔枝各分店 接受肖脂注射之后 怀疑感染农肿分支赶菌 警方早前拘捕两个27和36岁的女人 接言非法管有未有注册药物及第一步毒药 据了解日前被通缩的两个女人都已经被捕 其中一个人是旅月衣美的美容院主任 有事主认出他曾经帮他们注射 但不是注册医生 卫生防护中心再次呼吁 任何曾经在旅月衣美几个厨所 接受肖脂注射的人士 如果出现相关病症 应该立即求医 或者致电热线 以1.25.237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率断 到上海出席进博会开幕式 他说会和上海进一步加强合作 今年是沪港合作会议机制建立20周年 香港和上海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 两个重要窗口 在多个领域 例如经贸金融教育 科技文化和青年交流等等 一直是维持紧密合作的 今次我和上海市领导 也都将一同建政 沪港两地不同的机构 签署多份新的合作协议 全方位推动 两地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之上 开拓更多领域的发展和合作 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 李家超将会出席博览会开幕式 并且在今年首次设立以香港为议题的论坛支持 主题是香港通道连接全球 他也会在投资中国年高峰会议上支持 并且和在上海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港人交流 今届进博会星期日在上海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发表主旨演讲 而美国农业部首次率团参展 有锤团人士说希望可以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今届进博会的企业展览规模是历年之序 展览面积达到36万7千平方米 参加国家展的72个展商中 64个来自一带一路国家 商务部就公布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 进博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 并且发表主旨演讲 而第一次率团参展的美国农业部 已经抵达北京 隋团的大豆出口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就认为两国农业应该建立更好的关系 进博会未开幕 但部分展出商品率先在上海南京路 步行街角进博快闪店梁上 由服饰、食品到工艺品 更万款商品分别来自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 对进博会也蛮感兴趣的 就像过来看一下 体验一下吧 打算买一点食品吧 工艺品什么都蛮好的 蛮吸引我的 今年的话带了很多 比较有土耳其特色的一些商品 像它的一些手工手绘的 陶瓷类的东西 比预期的要好得多 因为目前进博会不是还没开始 但人流量已经很大了 快闪店营业到今个月10日 同进博会同日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风暴下栏继续吹集欧洲 其中意大利中西部地区受灾严重 至少6死多个人失踪 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6人 早前吹集欧洲西北部多国的风暴下栏 移向意大利 带来暴雨 北部地区星期五凌晨 有车辆被洪水围困 消防员出动橡皮艇 拯救两个被困在车里面的比利时游客 同日一个休班消防员跌落运河 下落不明 他的同步在急流中守救 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受灾严重 民房部门说 由西北部沿岸城市里沃纳 到内陆的穆杰洛河谷 在短短三个小时 就录得200毫米的降雨量 导致河水泛滥 多处有洪水和山泥倾射 比萨省等地 也有至少四间医院被洪水染浸 整个大区的列车路线 和高速公路受阻 学校关闭 几百人被洪水围困 大约4万人没有电力供应 多人失踪 当局也录得死亡个案 在威尼斯北部 一个84岁的老婆婆 在清理滲入家里的洪水时死亡 也有一个85岁的老庸 被发现死在被洪水染浸的住所里面 总理梅洛尼 星期五召开内阁会议之后宣布 大区内包括佛罗伦斯等五个省 进入紧急状态 并初步向受影响地区 勃出五百万欧元应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